欢迎您收看8月15号的财经 Esperso 晚上好 我是醒龙 中国人民银行周一意外降息 亚股涨跌互建 马股叶先胜后衰 闭市的时候下挫2.18点 来到1504.01点 汇率方面 外界犹豫中国经济放缓 马币兑块美元下跌到4.4570令吉 回顾上一周的交投数据 市场忧虑进一步降温 外资再加码大马股市 竟买入4亿5169万令吉 而散户油卖转卖加码1亿2133万令吉 不过本地机构则是继续套利 竟买出5亿7302万令吉 接着我们有些北京外单元 经营期先起的手套股刨售风 到底什么时候停止呢 赫特加最新的业绩逊色 引爆手套股卖压 作为马股大股东的 雇员工资金局 不断抛售赫特加 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 也导致手套股的卖压不断 今天四大天王 兵败如山道 其中定义手套最低 曾经降到77仙 猛错8.5仙或者是10% 写下两个月来最大的单日跌幅 定义手套闭市的时候挂79.5仙 全天还是大跌6仙或7% 成交量增加到1亿7,887万股 全场最热门 高潮年一品收盘爆98.5仙 一共下跌8.5仙或8% 是首一令吉关口 赫特加也跌破二令吉 闭市的时候爆一令吉86仙 全天下跌14仙或7% 高潮年一品和赫特加分别有 5,849万股 和5,057万股一首 另外呢 速补马则是收报75.5仙 全天下跌3仙或4% 成交量一共是1,326万股 交易所的最新数据显示 公金一局上周三再卖出赫特加的509万股之后 持股已经降到2亿2852万股或6.67% 低于去年底的2亿7397万股或7.99% 至于定义手套 公金一局更是早在5月23号脱售978万股之后 持股就已经降到5%以下 或者是3亿9709万股 不再是主要的股东 也无需再承报持股变动 去年底的时候 公金一局是掌握定义手套的510221万股 或者是6.27% 云顶属下的云顶新加坡 在2022年上半年交出了逊于预期的成绩单 爱芬黄市研究表示 云顶新加坡上半年税后净利 只是按年增长0.3%到1亿1200万新元 只是该行去年预测的31% 分析员相信 博彩收入增长平淡 部分的原因源自于新加坡3月开始增加的博彩税 除了较高的博彩税之外 外国游客缓慢回流 以及本地的访客数量的下降 也限制了本季度的恢复 然而云顶新加坡预计说 来临几个季度的需求会更加的强劲 但是隐忧则是人力短缺的问题 该集团虽然已经开始招聘了 但是也需要耗时6到12个月 或者是更长的时间 这是因为新加坡各领域都面对着人力不足的问题 早前在6月30号最后期限之前 6家本地电讯公司 已经同意收购国家数字有限公司DNB的股权 来进行5G基建发展计划 不过根据《马来邮报》的报道 财长东姑赛夫鲁士透露了 这6家公司在谈论着所将付出的费用 不过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这是因为财长表明6家本地电讯公司 必须在8月31号之前完成和同一条款 否则将有可能被排除在 大马5G唯一批发网络的行列之外 财长还说 外国的电讯公司排着队要进入大马市场 虽然很难不让外国公司进入本地市场 但是本地电讯公司 还是应该在5G的5G网络当中抢占先进 最后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